大家好,我是秀秀 今天呢,咱们用纯牛奶 做一道非常有特色的小零食 下面去看自己的制作吧 碗中倒入500毫升的纯牛奶 加入50克的玉米淀粉 一勺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花一点 搅至白糖融化 淀粉跟牛奶充分融合 倒入锅中 从小火慢慢熬 一边熬一边搅拌 防止粘锅了 好了两分钟 现在就开始慢慢的稠了 熬至这样鼓大泡 非常粘稠的状态 就可以关火了 稍微晾凉后 倒入干净的方形碗中 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 冰箱冷藏 三个小时以上 时间到 我们将它脱模出来 将其切成条 碗中倒一勺淀粉 将切好的牛奶条 放进来 每一块都均匀的 裹上淀粉 这样就可以了 盘中打一个鸡蛋 搅散 另起一个碗 倒入面包庞 跟牛奶条呢 一次沾上鸡蛋液 面包庞 这样就可以了 牛奶条就全部裹好了 热锅放油 好 当筷子放下去冒泡 就可以开炸了 小火慢炸 炸的过程呢 要放一下面 整个过程大概炸一分钟就可以了 没加出来 脆皮炸鲜奶就做好了 经油炸之后呢 外皮脆而不易 内层鲜嫩可口 鲜奶味呢 非常浓郁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再次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我